香港医管局5月11日召开记者会,分享自去年11月至现在,大湾区中医访问学者计划进展。 三位曾在去年3月作为内地远港医疗队成员赴港援助的广东省中医院中医专家出席记者会。 据了解,计划将通过师带图模式培训35名本地中医师参与住院临床诊治,医管局将邀请更多湾区医师来港。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黄巧云接受香港中通社记者采访时介绍到,本次访问计划的目标是建立不同以往的香港中医师培训流程, 以及在拓展中西医协作治疗的病种范围之外,进一步落实大湾区中医药高地的人才培训。 从去年开始,我们4月份已经马上得到我们的广东省中医院的支持, 那我们的中医专家来到香港已经启动了我们的这个工作。 到现在来说,我们已经培训了差不多接近30名我们本地的中医师, 当然也是配合国家在粤港澳台湾区里边中医药人才高地的这个健康里边做我们的工作。 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也是非常欢迎就是内地我们的中医专家, 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已经在内地里边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 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来到我们香港, 跟我们一起在医院里边做一个临床的一些工作, 特别就是代教,我们叫思黛陶的这个工作, 我们非常地感谢,也期待着我们这个计划能够再看见到在粤港澳大湾区其他的医院, 能够得到更多的专专家的支持。 公立医院中,目前适合中西医协作的临床方案有三种, 即中风、癌症舒缓和骨骼痛症, 证探索纳入呼吸外科作为第四个病种。 首阶段的大湾区访问学者计划已于去年11月展开, 今年3月份开始的第二阶段计划, 三名内地中医专家在威尔斯和联合等其余五间公立医院, 逐步探讨呼吸科中西医协作模式, 和检视中西医协作中风治疗临床方案等。 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大科主任, 广东省民中医邹旭, 广东省中医院主任中医师, 呼吸病热病专家谢东平, 广东省中医院副主任中医师, 中西医结合重症专家吴广平, 便是今次来港访问的三位中医专家, 对于深化中西医协作的任务, 三位告诉记者,虽有挑战, 但人信心十足。 这次受邀来到我们香港, 进行中医的访问学者这个计划, 也是主要第一个目的是, 进一步扩大跟完善整个中西医协同服务这个计划, 原来我们在香港医管区已经有三个病种, 那么现在进一步想再扩大, 原来已经取得很好的一个效果, 西医的同行他可以认识到中医院来是这样看病, 台下很多市民或者患者已经有这种需求了, 那么我们现在能够中西坐在一起, 共同去查房,共同去了解病情, 然后有哪些是需要或者是西医的手段, 还有中医的手段一起对患者来说, 那就等于是最获益的。 上次在AWE的时候, 当时是作为中央严港医疗队的队员的身份来香港支援新冠抗议的, 所以那时候我的角色就是一名医疗队的队员, 中医药在新冠抗议里面得到了香港市民的认可, 那所以才接下来有后面的这样一些我们说中医访问学者吉娃的进一步的开展,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延续性的一个工作, 那这一次的话我的角色是一个叫做中医访问学者, 所以两个角色略有所不同, 但无论怎么着吧, 对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共同的都是为病人, 有些香港的市民提供我们的中医的服务, 也希望我们的中医的服务能够帮助到越来越多的香港市民, 照顾香港市民。 在香港这个地方, 所有这个中西协奏其实不容易的, 因为它社会制度的不一样, 我们知道之前的话香港公立医院里面是没有中医的, 同时我们发现他们有些中医, 西医他们刺激比较棘手, 我没办法解决问题, 有些这种肺癌的, 有胸水病人, 西医有这方面这种胸水它治疗, 包括就把这胸水放出来, 补充蛋白, 利尿, 但他们觉得这种我反复这样的做事情, 来来去去, 这病人放了一下好环节了, 过几个月又过来, 又做同样的事情, 他们觉得这种效果不好, 他们也跟我们中医系统沟通, 中医有没有这种办法帮那个姐姐, 那我们用我们中医这种固本培炎, 是吧, 补土生精, 沥水消肿, 健脾补肾, 这些方法整体一个调节, 反正这个病人它会好一点, 所以这个中西医学做的治疗在香港, 总体的我的前进团是很好的, 我们有专门这方面的医生, 只要觉得这个哪个方法对病人好, 我们就可以去选择, 在香港因为有特殊的原因这方面, 这中西节奏是西医做他的活, 中医干他活, 那我们更多可能是大家互相沟通, 让大家彼此建立彼此的信任, 更好地为这个病人服务, 让我们香港的市民, 香港的患者得到更好的帮助与疗效。